呃,John他有三粒苹果,他的那个mass呢,质量是一样的 然后John呢,他用一粒苹果和3g的这个weight 然后the following happened 所以我可以看到这一边呢,他这一个会比较重 ok,这个比较重,然后这个比较轻 所以我的,我用a来代表一粒苹果的那个质量 所以我的a呢,是会小过7g 所以我的a呢,可以是6,5,4,3,2,1 ok,然后接着呢,他用三粒苹果跟15g来比较的时候 我这边有a,a,a,a加a加a是三个a 然后这个比较重,这个比较轻 所以我的3a会大过15g 所以我的a呢,会大过5g 所以我的a可以是6,7,8,9 然后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他重叠的有什么东西呢 他重叠的有6 ok,重叠的有6 所以我在这一边,他说,what is the possible of mass of an apple show your working stand against your answer in whole number 他要的是整数 如果他没有讲是整数的情况之下呢 那我就知道他是在5g跟7g之间 所以5.1,5.2,5.3,5.4啊 然后6.1,6.2,6.3,6.4到6.9 这些都是可以的 可是他现在是要whole number 是整数 所以我的这个 他的那一个 possible mass of apple呢 就是 is 6g 这样 ok,所以他答案是6g 3 2 2 4 1 1 2